目前人的文章 第七十一篇《反省篇》 白羊圣道是从十七代祖白羊初祖开始 到十八代师尊师母同领天命传下来 老前人五大牺牲 臣前人 周前人以及各位典传师一路来的栽培 使我们能够在这么殊胜因缘修道 这是何等荣幸与感恩 后学时常反省自己 在修道过程 有不忠于点传师否 有不忠于前人否 是否有做错是否 有讲错话否 对前辈有不敬否 跟道卿在一起批评前辈多否 或者赞叹前辈多否 对后学有不敬否 这都是后学修道内省功夫 内省 后学此生此事 有这么荣幸 有这么荣幸 带全家三代同修 五代亲口 在这么殊胜道场修解脱道 何等光荣有福报 这都是前辈一路 这都是前辈一路来付出心力 财力 时间栽体 才有后学及全家在这道场修道 后学从刚求道 一路来当人才学习 担任典传师 顾前人之职 是前辈用多少爱与古性栽培 同修一路来顾持 三年半前 受命负前人之职 后学非常惶恐与感恩 后学何德 何能呢 在天恩师的加倍之下 加拼 前人典传师一路走来 没把后学放弃 后学才能学习成长 加上组的个人小小的根基 才有今天的后学存在 后学从担任父前人之职 当天开始 一直誠惶誠恐 谨慎自己 讲话或做事不敢大意 甚至前人由命不敢违 无命不敢自尊 听命办事 听话行事 办事不敢拖拉 尽快而准确把前人交代的事办好 甚至怕做错事 讲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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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是破坏道场团结和邪体大 后学一直谨慎行事 不要给人感觉说做点 传师一种心态 当上父前人心态又令一种心态 生怕不小心做错 而被批评 至今后学 领命点传师三十一年 以及领命父前人三年半 还是跟各位点传师互动很谨慎 不敢大意 后学一直想 一天为师 终胜为父的观念 如何报答前人 前辈栽培之恩 只有把道办好 把事做好 听命办事 这是后学谨慎 反省的内心化 修行的真谛 反省不保留 自己不委屈 委屈就是自己的业孽 尽量 尽量不要把小小挫折 讲给一些道倾听 到处求同情 后学知道这是道场致命伤 后学尽量 后学尽量学会反省自己 才有力量改进 说明 讲错话 做错事 要真实忏悔 不要再说我会讲这些话 或做这些事 是他人怎么样 我才怎么样 我才怎么样 这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这些都是理由 不虚心受教 这是永远学不会改进的 孔夫子说 人不敬我 是我无才 我不敬人 是我无德 人不容我 是我无能 我不容人 是我无量 人不容我 人不容我 是我无为 我不容人 是我无善 我们比喻说打篮球 前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还有下半场 最后的努力 调整策略 冲刺改进 缺点改进 希望打赢全场比赛胜利 后学借这篇心得 后学的感言 跟各位点传师 各位干部 人才共勉之 我们共同努力改进 跟各位大德共勉之 跟各位大德共勉之 感恩 后千人慈悲 感恩